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6月2號 然後是這個凌晨快3點鐘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縱城列場 他算是正式的比賽 所以說他會有一些這個排行的獎勵 那首先第一個 在這個排行榜的左上角有個勇者財寶 那勇者財寶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是前30名 現在好像改成前30名這個樣子 所以說前30名的話 他是說為這個排行最高的玩家 他將為公會贏得獎勵 所以這應該是35000鑽石給70人分 70人分 一個公會滿員是70人嘛 所以35除以70的話 一個人應該平均都會拿到500鑽 但是這應該是會有波動值的 這應該是抽籤吧 還是這個是固定的 因為這是鑽石 所以說 跟那個什麼 跟那些什麼 那個什麼高階點數 夢境星辰不一樣 也許這個是固定的 因為你看 前30名是35000 然後這個是 31到200名是214 那正好都是70的倍數 所以說這個應該就是 大家就是乖乖的 這個不用抽了 一個人就是500鑽 然後31到200名的話 一個人300鑽 201到500名的話 一個人就200鑽 我猜是這個樣子 這應該是沒有隨機值 然後再來看這個榮譽獎勵 榮譽獎勵的話 這個就是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五人組的這個獵團 對喔 可是這個的話 應該是 觀戰的人沒有辦法獲得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說明嗎 好像沒有 但是我覺得觀戰 應該是不能獲得了 不然這樣子實在是太誇張了 所以說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排行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30名前 然後到 200名前 500名前這樣子 然後各會有一個 這個頭像框 那30名前的話 仙風符來說 應該是 不會太困難了 然後再來就是徽章 徽章的話 他就是可以擺個 20天 20天 其實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徽章系統就是 我是沒有很在意啦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這個正式服的話 應該是 今天 今天是6月2號吧 應該是今天開始 但是你也不用急著 八點鐘起床 要趕快進去 因為這個是 個人的這個 也不是個人啦 這是小的團隊演真 所以你什麼時候進去都可以 大家一定要確定 五個人都在線的時候再進去 不要突然之間 熊熊就開起來了 然後一開起來的話 時間開始倒數了 所以說有人要是突然不在線上的話 然後這個 還沒有擺英雄的話 就浪費了 像我們 像我約的這個朋友啊 我們就約好說這個大概 是晚上 我們才要進去 因為有人這個 要上班啊 早上可能不在啊 之類的 好 那這個就是 這一次的這個 眾神戀場 這算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的這個 這個排行 就是有這個勇者財 財寶 還有這個榮譽獎勵 跟這個這個會上獎勵 那就是 祝大家都能夠 獲得這個高分 然後 然後這個 看我先鋒服的這個紀錄 實在是打的不怎麼樣 我剛剛 剛剛打 打一次這個boss喔 這個我才4之0 然後 因為那個我的安之體力還不夠 然後隨便上 上一個隊伍這樣打 連哀求都上來 因為我想試試看說 這樣子大概 這個 我的那個願魔是4之0 然後這個 好像孫悟空也是4之0吧 有點忘記了 然後打出來的傷害是如何 結果 結果本來想說 這個 隊友死掉之後 月魔會 會 會那個 提升攻擊力 好像是50%吧 然後結果呢 沒想到月魔先死掉 那打出來的傷害 就 普普通通 不過孫悟空也太糟糕了 不知道是不是孫悟空的這個 孫悟空的那個什麼 那個 獵品太低了 有點忘記了 可是孫悟空打那麼低分 我覺得有點意外 我想說 埃祈歐的話應該是打 打小兵比較適合 就埃祈歐這個 有活下來 然後分數也比較高 可能孫悟空死太快了 好沒關係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 正式服即將開打 那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大概的這個獎益 就是這些東西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